大家好,欢迎回到跟我一起来谈钱 咱们上一期访谈播出之后 有好多网友对私人借贷 Private Lending 还有嘉宾提到的Hard Money 都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就把下面一位嘉宾给提钱了 因为咱们之前这位嘉宾 他是处于债务人的角度 要借钱来做救房翻新 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 就正好是债权人的角度 他就是做把钱借出去的生意来赚取利息 你好张川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张川 跟我们一起来做节目 咱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吧 到底什么叫Hard Money 怎么就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对 Hard Money 有的人叫困难的钱 有的人把这叫硬钱 那么根据维基百科上翻译 他直接直译成就是硬钱 叫硬钱贷款 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贷款啊 他但是他有跟普通的贷款有点不一样 他就是这个呃 由这个私人或者说是机构来发行的 但是他的利率 可这利率通常比普通贷款要高一些 然后他的这个贷款的周期时间相对短一些 因为也很好理解了 因为你这个借的利息高了嘛 当然一般人都不希望就是借的 那就是再用时间那么长对吧 然后那么这个Hard对于Lander放债人来说 那就是赚硬钱 对于这个Bowler来说就是Hard这个就是困难的意思 两头解释 两头解释 对 他一般也是这种房地产的 就是有以房地产作为抵押的这种借款对吧 就是和我们平时说的什么P2P还是不一样的 呃不一样 对 对对 是有房地产作抵押我看 对对对 好好好 那你刚才说到有些人跑来找你们借钱 你们的一般客户都是什么人呢 什么样是你们的典型客户呢 呃 其实从大的上面来说有两类 第一就是要求要钱快的 我们最快三天就可以放款 啊 然后一般的银行的话可能得给折腾个45个工作日 两三个月吧 对对 还有一种 对对 对对 嗯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普通银行把它拒绝了 比如说是很多房子它没有这个CO 是吧 然后或者是这个有严重的volution 你去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不给贷 这种客户 明白 我给咱们观众解释一下 CO是这个certificate of occupancy 就是叫什么居住许可证 是吧 对对 差不多这个意思 没有CO就银行不给贷 所以这些人就来找你们了 对对 然后这个没有CO的房子还是一个经常挺普遍的现象 对 这个比如是你是一个几家庭 这个在地下室里边你没有经过批准自己家了一个卫浴进去 或者厨房进去 一个炉头 这个就没有CO了 你除非要把它改过来才能贷款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另外这个举例的话主要是哪几种人啊 一种是这个呃就是咱们的这种中小开发商小建商 还有上一期咱们做这个呃做这个法派屋的这这位投资者 这都是我们的典型客户 然后还有对还有一些就是从国内转钱 他比较困难 因为国内现在转管制嘛 他需要打一个时间差啊 然后还有就是无报税无信用的这个呃这些投资者 他这个或者说他的这个信用分实在太差了 明白 就是做不查收入的他都做不下来的这种啊 他这个你眼看着可能他就要过几个月房子就要被收到被银行收走了 他都我们这在在相当于再来个bridge loan过桥一下 再给他一点这种时间能能那个能能喘息一段时间 想着把自己的房子保下来 就主要是这几类客户典型客户 那你们的利息应该比比较高了 很高了应该是大概多少呢 呃利息的话就是从最近来看的话 最低放到过9.25到12%之间 但是这个就是利息也是一个就是可谈的嘛 就是呃比如说是这个建商开发商他长期从我们这借钱的话 那利息就给给人家低一点 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借的款比较少啊 就是我们一般是从10万到到300万之间比较多一点啊 如果借的款少的话那利息就高点 再一个就是其实听的利息高其实并不太高 因为很多人只只借大概几个月到半年就还了 他做再贷款就还了 其实也就借了几个月时间吧 还有一个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于有一些我们给他的就是提上一些附加条件 然后利息或者手续费都会很低 那比如说他这个建商他盖完楼之后 他把这个楼就可以交给我们来做listing agent 我们帮他来卖对吧 还有一些就是呃在盖的过程中给一个内部价格 比如最近雷哥公园的有的开发的这种楼 大概出来卖个1000多呃1000多美元每平方英尺吧 瑞哥现在已经到1000多亿平方 然后那那就是从这借钱的话我们来买的话就700多来买啊 买来买他但是我们也给他留够一定利润啊 因为不论是盖房的还是这种建商啊 我们对他的利润门清比他自己都清楚 基本上这个他的土地成本是对除麦哈顿以外 麦哈顿因为他盖楼就是各种许可啊 这个有点难以控制 剩下纽约的大部分这个都是从200到从甚至低的180200到240土地每平方英尺 基本上200美元以内能拿到 然后就是折合下楼面的每平方英尺 然后他的建筑成本从挖坑一直到整个房子装修好 家具家电都给你配好 基本上是也就是200到223 基本上你给他算下了他的一个楼 每平方英尺是450 450美元每平方英尺 那么你一算他这个三年时间他还要去贷款去借钱 然后再算上他卖个一千 其实其实的话他们你看着这也是挣点辛苦钱吧 这开发商 是 跟中国开发商不一样 美国开发商都是挣辛苦钱的 对 咱们节目观众里面可有很多中国开发商 中国开发商我认识的朋友那不一样 对 明白了明白了 那你们带出去这个9%也好10%也好 会不会被人叫成高利贷 你们算不算高利贷 就是从法律上讲绝对不是高利贷 就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是24%还是36%以上算高利贷 其实吧 在美国有很多这种贷款 像这种发新日贷款呀什么的 那些都挺高的 然后个人贷款 但是那种是我们是不碰的 那种绝对是 咱不能说别人啊 那种 大家就是议会吧 对 对议会吧 然后但是 但是我们也老被他们客户叫成高利贷 或者什么 但是你赚人家的钱吧 人家叫几句什么你就答应就好了 无所谓 听习惯就行了吗 出于好奇 我想问问你们大概都做 因为我知道你是在纽约这边做吗 你们做哪些地区 哪些neighborhood 我们主要做的就是第一 最好的就是麦哈顿 然后皇后区 然后布鲁克林 布朗克斯 史丹顿岛 这是纽约市内五个区是可以做的 这个是你就大胆的去做 没有什么风险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那个什么 有争议就长岛 长岛像那个大井呀 Garden City呀 然后这些区域什么 现在大家都很高 大井是一直很高 Garden City现在涨起来了 对是可以做的 那边也经常有很好的deal 一个豪宅大概三五百万美元 他急着需要一百万美元 你就把这个deal拿到了 非常好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泽西 靠近麦哈顿那一溜 是可以做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 有些就是很远的地方 或者外周的 你一定要把控这个风险 因为有的时候 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你一旦发生违约了 你想把它去法拍屋什么 都不一定能出去 你基本上就是 你就变成最后的 就是最后傻瓜定律嘛 最后接盘的这个 几股传花传到你这儿来了 对 所以有些区域是不能做的 明白 那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风险管控 那你们肯定在筛查这个借款人的时候 也是有一系列标准 都有什么要求 你们怎么筛查呢 首先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每一笔 不要做的特别大 因为经常有人来问我 这是麦哈顿 他有个豪华酒店 一笔要3000万5000万美元 他说那我们做不了 虽然资金足够 但是做不了 就是把每一笔做的小一点 从10万美元起 到大概180万 100万 200万 300万 到500万之间 那么区间最好的是 就是做大概180万 到这个300万之间 做这个区域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10万的 也没意思 就是因为你10万跟500万 手续是一样的 然后赚的钱 这个 活一样多 这个规模太小了 对 然后做完了 做10万就赔了 对 因为你肯定也有一些开销 你有员工 然后做各种协调的工作 什么律师 对不对 对 对 就是协调 这事比较多 然后借款的比例的话 你要控制在50%到60% 如果是盖好的 特别好的新 condo 好地段的 你最多到70% 不能再高了 你说这百分比是什么的50% 什么的70% 就是做appraisal appraisal 凭估价 就是估值 估价的这个百分比 只能做到这个 一般的像这种 house啊什么 这种旧的 你给一半就行了 就够意思了 对 明白了 明白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要做first的link 就是第一债权人 一定要做first的link 不要做这个second的link 对 因为只有第一债权人 才能对你这个有保证 明白明白 这个我给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firstlink 就是说万一出现什么情况的话 它这个房产不是做抵押的吗 先给这个第一债权人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这个比较基本的这个常识 对 它有一个顺位 有一个顺序 对 是这样的 嗯 那我觉得就算是你做这样的风险管控 也要比如说appraisal的50%也好 然后是firstlink 产权要清晰 是不是也还得是有收不回来 肯定有吧 收不回来这钱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投资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啊 这个 就是首先肯定是有这种情况了 但是非常少非常少 OK 但从那个去年开始到今年这个情况有所增多的趋势 哦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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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一步是不是经济会有问题啊 对 这个很有意思 这听你们这个行业 这都是各种各样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 经济会有问题 那经济会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行业赚大钱的时候 那你这个就是呃 但是当然咱们不能这么想啊 不能这么看 没关系 我感觉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有好多都摩拳他掌的等着这个 那么这个这个肯定会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首先说是华人不太多 白人的客户比较多 这个白人的他们这个财务状况不太好 这个总是这个经常钱就不够花了 递给你的房子或者什么的 这个就出现问题了 对吧 你之前做一期节目叫什么来着 中国人觉得无所谓 美国人却觉得是炫富的几个 其实那个是一个闲谈的节目就说起好多 我们中国人比如有存款 美国人没有存款 一个工作辞了 跟下一个工作之间接续的都不能超过两周 那期节目你去留言区看下面多少人说 你有多少人在骂我 就是说我说的不是实情 绝对实情 绝对实情 对 但是白人的话都相对好说话 对 然后话说回来 这个就是如果他不还 违约了或者延期了 那个利息就又涨上来 可能涨到16%或者更高 如果他再不还的话 那就给他一个notice 我要把你这个收房了 就是给你这个拍卖了 那实际上你看纽约这种房子 你如果是一般的house 你给他50% 或者说开发商 那种小开发商 你把他的盘接了 花一半的钱 你就然后拍卖回来 你肯定赚的更多 这点是拍卖回来 肯定是赚的更多的 对 我也感觉 因为纽约这房子 除非在几个月之内发生那种跳崖式 跳水 其实我之前上一期嘉宾也说 西雅图也好 纽约也好 像这种城市 应该不会说发生这种情况 除非那就没法讲了 对吧 所以我知道你说这个意思 但是也不太好 因为你看着人家无家可归了 对吧 你这个心里边觉得肯定不是好事吧 所以你从刚开始放款 有的看这种人 一来就觉得他肯定有问题的 你就别给自己惹着麻烦 也别想着赚那种不义之财 对吧 就是说你其实遇到这种人 其实他是你可以赚钱的现金奶牛 但是你一般就不做了 是吧 那我这玩意肯定不弄了 这个安全第一 话说到这就都说一句 如果你是像我们机构方块好点 如果是个人的话 个人做这种贷款 那就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你跟那个借款人 borrower lander borrower 你面对面的 他都知道你家在哪 知根知底对吧 你要是到时候他要还不清了 你逼着他卖房 什么妻离子散的 那给你一哭二闹三上吊 万一碰见这种偏激的人怎么办 是吧 这个安全第一 这个你就要把握 但机构的稍微好点 就是比如银行收房了 没有见谁跟银行去较劲的 对吧 这个一般会好点 对 明白明白 这个谢谢 谢谢张川的提醒 那你们的资金值有多大 都是哪来的钱 有咱们 是跟咱们中国人做的吗 基本上资金的话 上次那位先生已经说了 就是可以认为是 基本上是无限这个资金 对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无限大 然后是那个中国人的钱的话 目前没有用 其实早期的话 我们用过一些中国人的钱 但是后来就发现有问题 因为中国人对这个 这个hard money啊什么 他没有接触过 不太了解 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很正常嘛 那他去来做这个投资的话 他就要不断的产生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可能是 就是基本上用我们这说 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他不停的吻 不停的吻 然后我们这些partner啊什么 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最可悲的是 就是比如解释了一周 然后他又问到了最开始的问题 循环的 循环的吻 那就没完没了了 因为我一开始是把 就是一些什么 就是犹太人的钱 还有一些什么基金的钱 和中国人的钱 我给他们做成叫co-borrow 打包 一块去做 这个风险 风险很低嘛 还走这个正规的流程 这个中国投资者 也都是我的朋友啊 亲戚朋友什么的 后来就最后就受不了了 那么 那么就 后来就想这个 就干脆就 咱就别用中国人的钱了 这个亲戚朋友的钱 放在你这儿 如果人家问十万个 为什么 你还不好意思不答 对 就是这意思 对 那现在的话 这个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内部的一些 查一些数据啊 资料 看 未来可能中国人 对这个 这个很有需求的 大概可能五年 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就中国的五六十年代 那些第一代 这些 这些创业者 他这个以后交班 财富传承 现在有的机构 说是大概有60万人民币的 财富需要传承 然后像这些 他的money贷款 这种债 就是这种债权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 这种家族传承 家族财富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是后话了 很多年之后的事 我估计 我估计做完这期节目之后 可能就会有网友感兴趣 想要自己去投资 做这个赚钱 我其实找这个素材的 本质的一个原则 也是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就是谁看了这个节目 如果感兴趣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这个事 就做起来 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那如果比如说 我现在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也想去找这种 hard money的deal 然后想去投资 我应该怎么找 管我借钱的人呢 我怎么开始呢 开始的话 首先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是没有 直接面对客户的 我们都是直接 通过这种 什么中小银行的介绍 mortgage broker 贷款公司 然后还有这种房地产 这种经纪人 他们给你介绍 他们的逻辑是 如果说是一个人的信用分 然后报税都非常好 那就是chase 什么boa就给赚款了 对吧 对对 这是销售漏斗第一层 第二层的话 这个不查 不查报税的这种贷款 但是至少信用分得好 或者说不那么急着要钱 我三天一周就要钱 那这种不查收入就做了 然后再往下漏到 那个就是没招了 或者说要钱又要突然快的 那就是我们来做 就主要是主要是这些 明白了 这个层次感挺有意思的 而且你看 这个我补充一下 这个信用最好 又有正规报税 这批人就从这个chase 或者boa直接贷款 他们可能利率 现在的情况下是 3% 4%这样 不到4% 3点多 30年 然后不查收入 但是信用比较好 又不着急的这一批人 我估计带到4%到5%左右 也到4%以下了 这几天 OK 然后再剩下一批人 就是那两个途径都走不通的 来找到你们借这个hard money 辛苦钱 那就要9%了 是不是 对 差不多 对 还得跟我们长期合作的 9%的一几 不行的话 还得更高呢 对 有可能 对 你做这行有多长时间了 做这行的话 从15年到纽约 大概3月份来 做了一个乌新天 就是做这个 从租房啊 卖房啊 贷款开始 15年做到现在 好几年了吧 那等于你也是做这个租房卖房开始 然后慢慢就进入到这个heart money lending这个行业 对 因为本身也是经纪人吧 我的这个小团队大概十来个经纪人 租房卖房的话 我们只做细分市场 包括我们贷款全都是细分市场 没有做本地的 主要做外国投资者呀 还有这个什么知识 纽约的知识分子市场 我们做得很好 什么叫纽约的知识分子市场 就是我们的客户主要的基本上都是教授呀 博士呀 或者做投行 或者是外交官很多 主要是知识分子市场 做的非常好 对 别的本地的 就是我们做的不是特别好 卖房租房这些 知识分子 多问一句 这挺有意思 知识分子市场有什么区别 这些人有什么特点 知识分子市场就是聪明 他们真的很聪明 你不用跟他们说那么多 他们全都明白 然后就是按规矩来 这有可能是我手下经纪人 可能能力不行吧 因为都是年轻人 都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的这种 这节目别让你手下人看 没事 我们销售 就去年麦海顿什么 我们还拿了很多奖 就是销售第一的 就是都只能做比较正规的 你比如去法拉盛啊 我们的这些经纪人 基本都被当地的经纪人 全部灭掉 法拉盛是一个 叫什么弱肉强食的 一个原始森林 对 我们这都是小姑娘 大学毕业了 然后master什么毕业了 都很善良 然后做非常正规的可以 一点不正规就没心 原来你是在夸他们 OK 那你把这期节目 给你手下人看吧 给他们看 没事 那你能建议分享一下 大概能赚多少钱吗 从这个private lending 当然如果不 不舒服的话可以不说 就是赚钱还是还不错 我只能说 咱们可以 我可以装一下吧 稍微装一下 可以装一下 就是做这些业务的话 我成为一个优秀的纳税人 美国的税太高了 所以我一直在看你的节目 我没搞明白 为什么税这么高 可能我交的税的话 应该比一般的白领 做投行的都要高吧 比较的税比他的整个收入 对 纽约市 纽约的经济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对 这个装完了之后 就 就其实生活也挺辛苦的 感觉美国这 钱全交了嘛 就最后 基本没多少 这个税的问题 好多人不理解 老觉得你挣的挺多的 应该手头特富裕 其实我不是说您啊 但是我这位 我认识一大汪 收入表面看起来特光鲜 但实际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人 对 就是这 就一样嘛 大家都一样 好 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学集 多探讨赚钱的方法 省税的方法 对 但是这个 做这个 经纪人啊 还有什么 我主要靠手下人去做 还比较轻松 自己写了一个小说 叫纽约壳 一开始忘了介绍了 咱们张川 其实是学文学出身的 学日本文学 叫纽约壳 是吧 咳嗽的壳 对 大概三十多万字吧 网上把我这个 盗版转载比较多 但是我也不care 无所谓了 那你还是很成功啊 精神生活物质生活 两手都要抓 两手都要硬 交税交到 可以作为纽约的好公民 然后还能写一个三十万字的小说 很牛啊 不行 主要靠团队 靠大家 真的 主要是靠大家 自己还是 把大家 从大家那儿 插着一些回来 对啊 好好好 谢谢 其实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啊 但是最近老有网友反映说节目时间太长 所以咱们有些问题也没展开 我想这期做完之后可能有网友会有问题在留言区留言 你能不能去留言区帮我们解答一下 可以 当然没问题 然后我想最后总结一下啊 好 把这个这个社会总结一下 就是现在这个 hard money这个贷款啊 这个用最早用犹太人的钱吧 从犹太人从古巴比伦时代就开始做放战生意 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这个很成熟了 再到再到现在 你看那个围城 那个钱中书先生 围城里边那个犹太人 他写的放印子篇 印子可能就跟令这个有点生 有点相似 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去考证这个啊 那个所以这个 他们的一个基因里就懂这些东西 你给他们一个眼神啊 他们可能就明白了 血液里 就在血液里明白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还在问十万个为什么 他们一个眼神就明白了 互相就明白了 对 当然指的是老的犹太人 年轻的也不明白 接不住你的眼神 接不住 对 然后最后最后就是 就是一个句话 就是圣经马太福音里边的 就是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听是不是有点 这个有点残忍啊 至于怎么样理解因人而异吧 让大家能同同存异 好好好 马太效应的出处就在这了 好好好 谢谢张川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我估计网友会有问题 希望你能给我们去回答 咱们下期再见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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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